也是聊了一下两边的人选 这边在回来的情况下 黑卫克是拿到了一个三幅开局 中路蓝猫 打中间的小小 之前的话 阿罗拉这个队伍的风格也比较明显 两条边线保强线 然后去保这个23 对先过度到发育 然后中路的话 一般都会给劳伦诺夫选一些发动机英雄 对 干个型会比较强一点 那这把的话 小小去打蓝猫 但这把可能 我觉得劳伦诺夫不太好的一点 是两个酱油更偏向一个防守 那小小其实在紧急着陆 包括投掷和大招被削了之后 这个伤害没有时间那么高了 那没有后面酱油能补出 这个关键伤害的话 可能会在中期不好扫图 就是他个人的节奏不能可以断 对 上楼这边拼得很凶 看一下泡姆一级学的是剑的话 有可能要交一血 一个锤接着锤 伤害很高 果然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画面 这个画面其实在本次赛事里 是很多剑 泡姆一级学剑的话 很经常的在边线会送出一血 是的 就感觉有些时候 其实泡姆如果一级学了剑 你就要有意识的不要上去对拼了 看看能不能配合队友 射个远程兵 先抢个二级更科学一点 咱这样的话打了就比较亏了 而且Q这边的话 射远程兵啊 在刚才话音未落的时候 剑的方向也是出现了问题 远程兵被对方反驳 上来可能手感没有那么热 龙鹿这边两边就没有太多说法 对等级高了之后 蓝猫的消耗压力 应该会给的越来越大 对 然后小小就是尽量的看 有没有机会 补到兵的同时 投掷一下蓝猫 水这边全能的走位 然后自己的话被龙骑追 跟着下一个光 再往前一口火 这波是到二之后 对上路的船长路 又发起了一波进攻 是的 感觉目前来讲 船长加泡姆 以这个对线给到龙骑 基本没压力了 水刀的话也不太滑得动 龙骑是 然后有权能在 你正想插水接剑的话 难度也比较大 花费了比较长的时间 从这个树林里绕出来 感觉是亏了几个兵的经验的 现在是上路一个挂两个 刚才这个洗礼 真的是顶级血转 可能还是第一波护拼 出现的一个连锁反应 这边走上去吃了一个龙骑 看一下走位继续往前卡 有没有锤子减速给上 还不看一轮骑射 炸一口火 伤害还是不够 最后一下普攻没能打出来 对的 这已经是刚才嫖掉了这个狼母久了 船长这边还是想对线打得凶一点 所以说他这盘带的是高潮仗气 狭路这边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比较经典的一个对线 但感觉从目前这个对线情况上来说 欧尔拉给到黑瑞克的整体对线压力太小了 对讲道理 自己的优势 自己的劣势路这条线是不该打猎的 对 但是送了一血之后的话 对方在消耗上对船长进行了很长试炼的压制 踩住自己吃莲花 他上路打这么顺 K1的龙旗经济可能就挡不住了 之前我看了一个中路这边 A一下再过来耗一套 反身拉开应该问题不大 今天我看有一个弹幕的热评 就是说感觉K1的小兵是开了双倍金钱的 找经济能力比较强 对 那其实今天之前BO3的那把 尤其是第一把 这个Rodan的白虎 也是差不多这种感觉 说明今天状态都不错 是的 然后这边的话船长啊 上路就被打得非常难受 这个时候感觉其实跟全能消耗血量的 这个效果应该是由泡沫来打出的 这波的话是藏了一段时间之后一个水接键 他这波不好的事情就是船长的 狼母9又被瓢出来了 全能干的意图其实很明显 就是你跟我硬拼我就打你 我打你先天技能嘛 回手水刀 团长这条线基本上已经有点炸了 对打得很难受 下路这个常规对线 非常漂亮的一个波浪形态带走人头 那其实配暗影恶魔的话 马尔斯对线杀人能力就比较 杀人就比较难 对 其实水人自己带位移 我们自己的话还是辅助啊 走位先出现了失误 但好在他的补刀是正常的 水人可能给到他的补刀 压力会比较小 但船长现在想把这个补刀 追回来的难度非常之高 中路的话消耗了一下 蓝猫的灵魂之类层数 自己一个骑兵没能补到 中路两边基本上是一个五五开 这边你毛我一下 我踩你一脚 然后绕绕树林回头补刀算了 干扰不了这边马尔斯发育太多 嗯 现在大牛基本上就是因为 动量这个命石之前被削了一刀 然后现在包括他的解构 可能对于核心帮助会比较大 所以说现在命石上面 大牛的选择也变多了起来 是的 然后这边感觉上路线的话 打不过了 看泡沫的一会儿能不能 三角区多囤点野吧 帮船长中期稍微补补经济 对 现在的泡沫感觉就可以变成一个自由人了 在一眼主野区设设的主野 然后去帮小小控一下蓝猫的服 对 三角区再囤一波资源 主要现在还是时间比较早 对 这个上路线放弃的有点快 但没办法 没办法 现在已经完全站不住了 每晚目前两千多块钱 船长的经济有点跟不上 好消息是自己这边水人的发育 也是比较不错 R3的水人还是他比较招牌的英雄 也是算是目前TI队伍里面 可能少数会把水人当成一个 主力选择来用的一个队伍 再来保一下服 现在的话感觉欧尔拉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就看能不能往中路包一包 其他两条路想硬动的话难度会比较大 一边全能一边是暗影恶魔 再就看一看R3这把装备上的选择 R3现在我看他最近的水人是蛮喜欢做这个祭品的 转一个祭品分身这种打法 这次比赛很多水人喜欢献出一个祭品 属性比较契合前击打架也不错 而且续航非常好 对 他现在积少成多这个先天技能 配上祭品增加的百分比攻击力 是收益很高的一个点 小小补了个魂戒 他这样出装的话小小跳刀会来的比较晚 这么打就感觉现在小小这条线 想去边路帮也挺难的 上路这边的话船长有点发育不良 可能下路要找找水人 但是马尔斯这边也不是很好杀 所以欧尔拉可能比较仰仗的前期线 悠转中路带节奏这个点位就打不出来 难道是看到Hiorik这里了 他这个蓝猫快动起来了 对 囤了很多波的大野 给到自己的中路 而且关键是船长 对线一劣势 他就容易成为场面上的一个活把子 蓝猫可能会盯着他突破 来了 拼一手 这船长感觉已经没一半了 妖奇隆奇自己被装 看一下TP过来的果然是蓝猫 拳头这边锤子减速粘上 最后是人头直接被analog拿下 这是没办法 这会对于蓝猫来讲 肯定是找一个软柿子 使劲地突破突破 叠一叠自己的通电 再来三崩 然后起飞 举高高之后 这边反身拉开 下路有个恢复 还是挺关键的 帮蓝猫控到了河道的功能符 对 下波的话可以继续去gank 大牛虽然说知道刚才三角 具有囤积的资源 但蓝猫已经清掉了 他现在也没什么事可以做 对 四五号位想跟小小打架 现在时间还有一点早 对 只能被动的去接对方的节奏 因为他这两个酱油选出来 其实是为了打线的 但你现在这个线打不了 两个酱油进入到一个 非常盲目的时间点 能做的是太少了 他反而是在变相的 在中路顶线的话 会干扰小小的一个 等级上的发育 而且中路小小 如果说进野区 跟蓝猫相比效率之下的话 小小的效率还是太低了 Skullfield感觉对线确实 马尔斯好像没什么压力 一直在这三角去囤移 线都不漏了 大哥等级又高 还有资源 然后他等级低一点的话 后面把兄弟喊过来轻一下 我蹭一蹭经验 我也等级回得来 他这个独狗现在的节奏 就要比泡沫舒服太多了 然后他传掌6级 双护腕相位 看看他怎么做装备了 小小应该是从9分20秒 拿到相位鞋之后 开始补这把跳 这个跳刀 如果杀不到人的话 怎么也得12分钟之后了 不过这两个队的话 本来也是托大哥成型的队伍 感觉一旦前期确实打不起来的话 两边都会进入一个惯性的刷钱 对 然后就看一号位谁的发挥更好 但我刚刚看了一下 我看水人补了个挂剑 那我觉得他这把应该是挂剑 戏源面具 直接就单刀了 他应该不会再去补这个 祭品了 看下后续出装的改变啊 包括从一号位队伍长来说的话 水人也成了大龙骑的 这边的话是 Heroic先动 三号位一张TP交过来抢服 超远距离拉住 旁边三崩之后有技能吗 丢回去 但是好像没有下一套了 这边的话应该是接近出现一个失误 或者说是沟通上出现了一个失误啊 看到三号位马尔斯逼近了之后的话 队友直接没打斜同 那个位置 服的话是被小小抢到 所以这波Heroic想动小小也不大可能 有个护盾神符 主要感觉 刚才狼猫其实是 有机会让欧尔拉直接收掉的 但还是他这套技能接起来 确实难度非常的大 因为他一直要担心 后面全能可能反身的驱逐 甚至包括突出来的暗影恶魔 直接过来给个关 也没什么办法 K1现在就狂刷不止就可以了 水人的单刀还差一点点钱 两边目前一号位的一个发育是旗鼓相当 整体的一个差距其实还是在一个三号位这个点上 老猫这边还是想前面打得主动一点啊 他是直接选择想过来做子愿了 对 枪枪摸摸盯了一会儿Jabs自己自强 在边路也拉了很多远古 看看一会儿经济能不能稍微抬起来 这把感觉这么穷的话船长还是老老实实的像上之前的BO3一样出现团队装 可能会效果好一些 是 没有什么经济给他去再往起刷了 他这边的话先做刃甲 只能这么做了 然后另一侧的话远古之交给了K1来刷 这龙骑就很舒服了 因为可能有一些局势里面会让三号位想肥一点的话 艾格蒙会先撇毒 然后打残之后喊马尔斯过来直接收掉 船长反正也还行 毕竟是一个高潮仗起的船长 起雾了 看下往哪儿走 中路这边的话小巧有点不好杀 对 小巧这把跳 感觉大概率会跟狼猫的紫园一起出炉 继续抢服 还是没抢过 两波手速都不够 而且被定住两个 看一下水川这波汤墨怎么样 左剑吗 左剑 这双反手太难受了 马尔斯进场直接一裂 手上的话应该还有个战神迅猫不着急 山崩稍微断了一波 然后再扎住这个小巧 开了太阳惊灰之后小巧血量激转之下 但是好像后续的伤害也没有那么冲突 电子沃流再次拉住 成功拼掉 那全能其实自己能不能顶得住 残血 往后标回来再接个洪流 全能直接倒地 两边形成一个一换一 但战神迅猫又扎死个大牛 这双反手太厉害了 对 只不还是看得出来 现在阿罗拉想开船会比较困难 嗯 在水人装备成型之前 他没有人去盯辅助啊 对 比OK这边四五号位太好落位 这全能加暗影恶魔相当于双保人点 是的 就刚才那个情况已经很好 已经控住了个全能了 但是两边的话没办法 两个鸡脚摁住一个还有一个 关键是这波打完蓝猫的子愿速度 可能要比小小的跳到又要快一点点 那看下这波想服服没想到 一脚踩虽然比较漂亮定住两个 但是泡沫落剑的这个位置 这个控制很好躲 所有技能基本相当于全空了 主要第一时间的话水人也没有参转 而且小小这里位置确实不好救 被马尔斯拉强拉住了 而且你看后面那哥萨完全动不了 没技能了 只能在后面看 对 当然也看得出来 Heroic也存在一些输出问题啊 他们这个也是第一套打完了之后 耗了好久的时间 对 但是主要他们这种里面扛魔 续航能力会比较强 蓝猫自愿了 这泡沫现在要小心了 稍有不慎就是蓝猫通电加营 大塔正受到攻击 还是反不到了 船长的刃甲还差一个卷轴 往下半去是在靠 水人在小吃街 这波画想夹中 夹完中看能不能拔个塔 一眼军团 拔中一塔之后 他们后面就比较好控图了 还是在上路河道这个位置刷的神符 哇小小这把跳刀得好晚好晚 主要他把自己三角区 上半区三角区的资源 全部让给船长了 对 然后他也没有提到人打到现在 2比4的比分落后2000经济 整个欧尔拉现在正面 我个人会认为是比较难打了 哪怕能开一个好先手 整体的输出是完全不够的 准备下路过来招23的水人 马尔斯跳刀 已经直接露线了 有这边紫园第一波 感觉就直接带走了 一波让现在用过了 那这样的话 战神迅猫准备扎出 他也没切力量 那没办法 这个感觉我觉得 队内可能是沟通做的不是很到位 他如果比如说有提醒过水人 蓝猫可能会做紫园的话 我估计水人不会在线上这么打的 主要是感觉这段时间 船长前期对线太费 这个太穷啊一直在补 补得有点时间有点久了 然后小小一个人 又撑不起这个团战的场面 来了 节奏比较差 他们这样子的话 也只能抓落单 是的 甚至这个落单 你可能考虑一下得是酱油 碰个龙旗可能杀得慢一点 对面反身一个全能 落地就救下来了 结果往上路找人扑空 现在这个 HERIC的资源够吃 所以说K1盯着三角区刷也行 他不太可能出现在这个上线的 你看三角区刷完 往中路一站 双刀之后 距离这个BKB也差的钱不多了 对于这个龙旗来说 他这个经济也太恐怖了 现在 跟亚特那个泡沫感觉不相上下 对这个版本龙旗主要没人干扰他嘛 嗯 放着无脑刷钱的话 就会是达成一个现代的效果 对 感觉后续HERIC还是要看吧 船长什么时候能够有效参团 嗯 小小这边把跳刀过来直接动手 把人往回丢 但是队友这边控制又是跟不上 小兵有点多的情况下 暗影恶魔起身之后毫无毫无损 反正是自己Oli这边要被带走了 大牛这边差一下 然后反身再拉开 竞技场还留着 两边打了个高手过招 有急速神伏再来山崩 投掷回去 马尔斯这边手上应该有技能战士群猫 直接扎了起来 但是大招应该还没给 就能其实拿自己大招稍微保险 队友反身一个神神前进 带走了小小 那剩一个船长能干什么呢 能扛受伤害 但是狼猫肯定还能再追你啊 哇这波感觉是 而而而有点高估了自己的战斗力啊 首先还是这个老问题 二三第一时间作为水人 不想来参团很正常 嗯 而且有一个在知道对面可能反打的情况下 他第一时间选择保留所有技能撤退 是的 就等着你过来反打 然后自己接反手 然后有全能的加持 果然这个马尔斯是完全的 能够吃住正面所有的伤害 对感觉血线下去了 诶上来了 而且第一时间打退了大妞之后 没有这个光环伤害也会差很多 对他主要还是在等对面交技能啊 故意再卖个破绽给你 看你会不会上当 果然没有忍住强行动手 嗯 还是要想办法去找这个后排吧 要不就抓单 要不找后排四五号位 对 越过全能加暗影恶魔去秒 对面的大哥有点太天方夜谭 是的 就感觉他们现在是不是不能考虑去接团 哪怕他们能把水人喊过来 我觉得还要再往后刷 他只能这段时间比如开点小物 看能不能提一提马尔斯啊这样的点 或者说找一找落单的酱油 你正面接团这个时间点哪怕开的再好 你除非把两个酱油全控住 另一侧应该又提了一个大牛 收他大牛直接被找到 这蓝猫的通电层数也起来了 我来M一个法 完全是龙骑BKB也快有了 物件被龙骑 这后面一个大金龙在正面一战怎么办呢 动他也不是不动还不行 天灰中塔 下落还有一个增伤 水人这身装备哪怕他能分身BKB 但在没有决刃或者大炮的价值下 他的输出还是很有限的 感觉现在23就是在安抚兄弟们 兄弟们慢一点 让我先刷一会儿 是的 我不比那边龙骑穷啊 他这会儿就给兄弟们赶紧拧绳 给他们信念 兄弟们稳一点 少死一点 哥们后面站出来配个大牛光魂 还是有一战之力的 后期肯定是有说法的 嗯 他们现在想的问题是 我怎么到后期 龙骑BKB 来了 其实接下来 不知道黑肉克 他这个队倒是 控盾的时间不会打的那么紧抽 其实如果可以的话 这会儿打盾 给狼猫带个盾 直接往前硬顶是可以的 这样的话 控一控三角区 可能接下来经济差 就会进一步拉打 想抓一个落单的 嗯 上路这边看看谁来收线 虎盾 大牛顶了上来 这肯定也是正经不敢露线的嘛 对 看看树林里什么情况 对面是不是开始打盾了 有想法 确实现在感觉黑肉克优势足够大 对 星体游昏叹了一圈 来了 直接开始打盾 这个盾对于欧尔拉来讲 基本上过来碰不了 想想 这时候还在下半区啊 然后又不可能点门过来 两个教友想了想 欧尔拉这边的话 就没有强行要去手机 只有三次的 沉稳 虽然说打的效率没有那么高 但就是这两个教友往外一站 你来了之后也先手不了 这样的话 这应该是要给拿猫 这样的话标准节奏还是来了 这把还是选择做A帐 这把做A帐 画面一般吧 他感觉想这样的话 就是要补伤害了 对 有紫园伤害结算 最后一下普攻直接带走 是一个增伤神符的蓝猫 他补伤害 但是得打出小小 像刚才中路被gank的那一波一样嘛 沙漫里面四个他中水船 才有机会能够接上 不然A帐开炮 画面很好 但是对面龙旗有BKB 蓝猫又比较灵活 是的 A帐只能说值得商榷啊 开了船 但是没有伤害 看看到时候团战成什么样 他们肯定是想做A帐的话 就看着没有完美团 像刚才马老子说的 小小打一个比较好的先手 然后接一个大牛的魂踩 这实锤一下一五不合吗 停手停晚了感觉 对 其实感觉 也不是停手停晚 停手停的还行 但是回手回太早了 对 再走两步 二三一个波应该还是能收 但二三可能觉得那个血量回上去自己打不掉了 嗯 还是打的比较极限 团长这个A帐差的还比较多 这个时间点比较尴尬了 二三的话两百块钱BKB 但是自己暴露在了视野范围之下 没转出来吗 完蛋了 这个BKB出不出来就算了人也没了 关键是白天有二塔的呀 有二塔 那这波没办法了 图也被蓝猫吃掉 嗯 现在的话情况疾传直下 感觉上是因为Heroic今天早上打过一把 现在状态比较火热 或者说整个团队的协同打的会更好一些 是的 明显看到Aura这边就没有什么章法 对 或者说大家的操作 就是从操作上都已经开始有点变形了 嗯 而且克里克里这把节奏打得很紧 他也不拖拉 哦那这样水人这局可能拖不到后期成型啊 对的 关键时候出BKB的一波被断了 然后这会儿就形成了之前有说过的 全能独狗往后一战 甚至全能就自己单战就行了 他的驱逐来保这个龙旗 可以让独狗关这个龙旗 形成了三龙旗往上继续推 挺恐怖的 这个龙旗是再仔细一看身上已经要跟大炮了 对 装备更新的频率非常快 嗯 这个盾的话 可能都 不用等盾结束就可以战场高地来精力推进 增上神符 就没办法 你对线 打K1这条线 你让K1无解肥开局 这个经济就是必然的情况了 就可能在一些局里面 比如上K1的切入或者说是回防出装的选择有问题 但他的发育能力是没有办法质疑的 这样的话继续过来 小小道是补了把跳 但是跳刀依旧还是那个问题 不解决输出 小小这个跳感觉出到现在没有什么剑术 又补了个BKB 但是打不打突然不看他 得看这个二三的水人 对 他们都是鸭子要给 哎 回丢吗 这也动吗 这兄弟有盾 这兄弟有盾 这兄弟有盾哪哥们 有BKB也没有啊 他只不过哪怕就是比如说摁出BKB走了 那也是血亏啊 我刚才看到蓝猫身上带那个护盾 以为就是算了 他AAA小小走就得了 Jabs的话标记自己出来想守线 然后被蓝猫直接坐脸上 那这样的话终端阵亡30秒的时间 直接过来推进中路二塔 而且这边应该是个中下双推 龙骑在下路估计也在磨 水人只能下一件奔大炮去 但差的东西还比较多 对 在游戏的行程里面想要调整这种状态 感觉有点难啊 对 这把的话如果不出意外 欧瑞拉现在的话 机会就非常渺茫 是的 这把黑肉克如果自己没有 超级巨大的致命食物吧 关键他们这个阵容上高食物也挺难嘛 因为龙骑前面又很肉 身后两个双宝的人 是的 你如果上来动这个龙骑的话 蓝猫就可以第二时间切入 团战画面是非常好的 对 包括马尔斯的话也可以打个后手 其实就是所有人看一个物解肥 开完拆就完事了 假设说是个三五千 那你还能期待一下小小跳起 把人装到里面 切断你酱油队大哥的支持 但现在这个龙骑这么扛纵 在里面不够扛得住啊 而且现在这个经济 二三水人 你说想要做点什么也没办法 BKB结束的话 对面的小技能很多 对 这龙骑现在太恐怖了 他领先水人一个大剑呢 就感觉出来的这种欧瑞拉 想要打的进攻画面 在小小出来跳到之后 一波都没打出来了 对 还是整个对线吃的亏比较大 盾 还有半分钟 这边的话选择五人开悟 把对面人放出来打前之后的话 再往对方的主野区来侵徒 白天视野直接看到二三水人 那是走在前面第一个的善与恶魔 这波开悟确实有点不讲究 不让三后卫走最前面就算了 独狗走前也没什么办法 哦 看到了 白天但是自己蓝滚的比较多 看看缓缓蓝好像有电子落流 过好像这个盾消了之后 是不是就杀了呀 哎呦 原来一切都是计算好的 没什么问题 如此完美的timing 嗯 他这样的话是有层的通电 这已经滚的层数非常之高了 我感觉黑肉克这段时间打的还是不够狠 心不够狠 其实我觉得早就可以往高低慢慢摸 我觉得够狠的话 这个大炮不出直接出墙子 就直接这样就算了 对 而且其实打大牛嘛 出墙期总要补的 对 有个小小 能绕到吗 呃 撇毒 还提匹 呃 哎 不是沟通了吗 不重要吧 重要吗 不重要 这个时候怎么敢省BKB啊 是的 他主要可能第一次也没有意识到 他没意识到 他可能正好切平了 踢回家开始切平了 对 那个局面他哪怕摁了BKB也走不了 BKB错门 这能拖好一阵啊 看有没有机会 有跳 嗯 进一场一例 怎么也得B一轮技能了 对 稍微拖拖一点时间 对对战开始三小区画线 嗯 看一下 但是其实的话对方也没有过来找他 没有过来找马尔斯 这会儿真的可以考虑就隆起往上战算了 应该要来了吧 这波小小又死一次 嗯 他们那天打XD的时候 其实就是打得不够坚决 然后给了XD翻盘的机会 虽然说欧罗拉可能在执行和把握机会能力跟他自己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 但你夜长梦多总归不是件好事 那这样子的话在小小5秒的时候直接拆掉对方的高地塔 嗯 下一波龙奇再来的话就带着强袭了 是的 就你看到这个龙奇一次龙奇多更一件装备 嗯 还差一个大概五六百块钱 先拿撒弹再更强袭 然后可能还有下代盾 盾的话还有一分钟进刷 嗯 26分钟 这颗继续往前 往前继续推 然后另一侧的话 这边就是在高地上多拖一会儿 继续给二三蹭一蹭打钱的时间 来了 这推的就不讲道理 而且他就是有耐心的话就是每波带驱逐来 你也留不了他 大弹也好了 更新的太快了 这出了散弹之后根本想不到怎么死啊 然后再做个强袭就可以直接上高结束比赛 这个比平均时间快了八分钟 其实这把的话甚至都没感觉到 团战K1掉过血 对 有这个画面吗 好像暂时没有 基本上前面他也没怎么来打团 来打团的时候装备已经拉满了 对 而且这个阶段 有蓝猫 这么肥的蓝猫在外面 二三想去带线都很难 是 就必须使出BKB带线大法 这个带一波 如果被对面抓了 BKB踢回来 想出去打吗 自己抱一个高台的防守视野 但是对方的人再往上半驱靠 而且蓝猫更扬刀了 这件道具非常的致命 天徽的扫描 应该是扫到人了 夜眼的话以为对方在打魔晶 这波的话对欧人来说是个机会啊 因为判断出了对方人的位置 关键要看他怎么去开人 因为现在独狗有跳 你如果第一时间秒不掉的话 独狗反圈就关到了 山崩 然后投过去 看看这边怎么去打 BKB一顶竞争场 直接留了四个 有没有其他兄弟补输出 蓝猫之间一波千里所敌 往前再过来补一波输出 后面船是开了出来 但是大牛第一时间已经倒地 再往前距离跟的情况下 水人这边已经非常散开 转力量了 两边暂时形成一波零换一 再过来战战巡猫 没有扎到任何人 跳上来有没有关 但是作为一个反手打的话 吃掉这边所有的技能 而且都没有减缘的情况下 直接开背龙可以反拆 是的 那这样的话上路的高地 是随便就能推掉 也就是船长刚才的船游 帮队友这里分担了一些伤害 但是对于实际的局势来说 还是于事无补 刚才的好处 只能说有人去断了龙旗 不让他进竞力场 进了之后 感觉那四个兄弟都走不了 对 刚才是二三一个人拿命 拖住了Hiroki这边所有的前排 对 然后马尔斯 把二二四兄弟围在这个墙里面 丢过来个马尔斯 那四个哥们蒙了啊 这是何意啊大哥 哎 一个变阳 直接索性买活 我买的够快我就没有死 XD打了个笑脸 嗯 其实这把话我想作为职业选手 职业战队来说应该也能预判到了 再往后拖意不大 所以二三的话作为他这种性格 这个时候选择对 选择给这个观众朋友表演一波 那就看这波买活开悟 all in的一波团战 能不能至少说 不说要赢下这个比赛吧 对吧 至少报个仇或者杀一个 对 维持维持比赛 走前1264的血 如果被先手扬的话还是秒躺 而且这波是扑黑进来的 不动这个魔镜感觉是完全没机会的 但是发现动了动之后 因为经济领先太多 然后可能装又比较好 加上有奶 也没怎么掉状态啊 反而可能会让欧尔拉觉得对面很惨 管啦 哎呦 这个大龙骑往前一站 怎么办 反正再来个变阳 但是没有人开这个水门 拉住了 补一波输出 水门这边旋转之下好像可以顶起BKB 后面船带一开 往后找一波后排的进场 可以 但是龙骑这波是没有变龙的 两边打了波 暂时过招 只死了个双酱油 但是这个位置嘛 24应该顶不住了 23补了波输出 非常的关键 但接下来怎么去打 怎么走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装住A两下躲个魂 然后另一侧这个位置 紫园再给拉住水人补一波输出 另一方面KY已经大杀特杀 随时可以支援回来 再给变阳之后 水人应该是顶不住了呀 顶不住了 最后的话是敲出GG 也是恭喜Heroic 18比4 非常轻松的拿下了BO3 第一场比赛的胜利 这场比赛 对他们来说 从对线到中西的团战 行云流水没有任何破绽 应该是一场教科舒适的 一个优势平推局 是的 你甚至很难相信 他们打出了这一盘的内容 是Heroic这个队打出来的 打得已经跟自己 平常的风格有点不一样了 对 而反观 ROR这里的话 明显感觉到 拜者组是